怎麽樣去找到 就是說讓大家愛上這個地方的一個方法 或者是一個行動 那這樣的行動累積到現在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那個議題在裡面 我們大概算一下有300多個議題 然後每個議題都希望說 他是跟我們自己有切身關係 然後會很想去參與 或者去體驗的 那比方說你有住在 那個台北火車站旁邊過嗎 當然如果你是街遊的話 你有可能就是每天會住在不一樣的地方 那不過以一般市民來說 你可能很難有這機會 因為其實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去跟警察局說 去跟那個交通局說 去跟兩個里長說 然後再去跟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說 然後一共打通五個那個單位 就溝通協調之後 然後在活動舉行的時候 還有警察過來 說你們怎麼可以在這裡錄影 所以基本上其實在都市裡面 充滿了各種各式各樣的秩序 那秩序就是說如果我做了 別人也跟著做 那這個都市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的秩序 有些東西都不能做 比方說去年我們本來要參加 粉熱丁的一個project 那我們要做一個是彩虹的 在敦化南路那個 超大的那個十字路口 做讓大家體驗色彩的一個經驗 結果到了那個交通局的某一個小處 就被卡住了 他說出了事情怎麼辦 所以我不知道這樣的事情 就是到底該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很容易就是怕出獅子 而不去做任何嘗試 那回想到神龍寺 好像很久了 回想到 回想到神龍寺那時候 你看他那時候四場百草 然後留下來神龍那個奔草精 那時候我們才知道 有些東西是能吃或不能吃 像前陣子我在聽 朋友洪振宇他一場演講 他說那個去花林那邊有很多草 還有菇 他不知道那個菇可不可以吃 我馬上想到神龍寺的精神 就吃了再說這樣子 然後記錄下來 那如果以前我不知道 那個苦瓜不能吃 老師說我連碰都不敢碰 所以很多東西是我們沒有嘗試 我們怎麼知道 這會不會更好 一個社會能不能前進 我就說進步前進 那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對有一些錯誤 可不可以忍許 容忍這件事情 那 我覺得做事的人都很害怕 因為現在在做事的人都怕被罵 而且現在整個 整個現象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最好不要做事 所以不要做事 也是我們造成的 所以我在想說 透過幾個一個 別方說我們的行動 然後接觸到的面向 我們會告訴自己說 這件事情你可以更怎麼樣去看待他 或者是該怎麼樣去推動他 像這件事情就讓我們感受到 居住在台北 跟去自然就是大聖令裡面露營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就住在那個市民大道旁邊 只隔一層步 白天起來的時候 我拉開帳篷 我們旁邊感覺都是 哇車水馬龍 大家要去上班 然後有些狗在旁邊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我是裸身在整個城市裡面 這時候我就會跟城市非常貼近 聽到這個城市整個呼吸 然後在露營過程我還可以去7-11去買個便當 然後朋友帶小朋友覺得 完全不用擔心他會掉到西界裡面或怎麼樣 所以城市露營其實是打開一種 跟都市一個溝通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有這機會 大家會不會想要嘗試 那我相信有很多人會願意的 那我們又在探討就是城市跟 椅子跟都市空間的一個關係 像是現在大部分的那個椅子都是Standless 因為他要防風抗雨 然後可是我們比較忽略了說坐的人的感受 然後冬天很冷不敢坐 夏天太熱他會燙 那怎麼辦 那其實以現在的觀點來說 街道家具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在用永久性的街道家具來看他 而是看他在都市裡面扮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場實驗 在寶藏岩那邊坐六張椅子 讓每一張椅子都讓世人去試坐 然後讓他寫下 他覺得這張椅子的精神靈魂可以飄到哪裡去 然後再讓民眾來就是做體驗 一直到現在還有幾張椅子在寶藏岩那邊 然後我們又再試著思考就是 那個像計程車好了 假地到椅地之間 如果你上車 那基本上那只是上車跟下車之間的事情 但中間的過程還有很多可以發生 我曾經坐到一台計程車 我坐上去我就很害怕 那因為害怕那個人怪怪的 那這種也是一種體驗 那我在想說 當然我們提供的體驗是一種不一樣的 那原本是想要說讓台北市的計程車 各個司機他有他的很厲害的部分 我只要一上計程車我就會跟司機聊天 發現他都是那種臥虎長龍的地方 然後各式各樣的那個領袖 或者是那個經紀人還是什麼都有 那你會發現這些人 其實他對台北很了解 如果他可以成為城市的City Tour Guide 上面招牌就是一個雞腿 或者是一個豬腳 那他會告訴你說 這城市哪邊有好吃的 哪邊有骨雞 哪邊是他擅長的 我們計程車就可以變成整個城市在到處跑的一個 一個帶你可以跟你聊天 或者是跟你聊這個城市的歷史背景 對不對 那這樣資源整合 其實會帶來一個很豐富的一個城市影響 不過這當然還是在構想跟推廣之中 如果在座各位有那個計程車的那個串聯的老闆 很歡迎就是我們等一下聯絡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做很多 其實我今天準備了60張Presentation檔 18分鐘所以這張跳過了 這張要請上網看 就是雲的部分 那這張的話就是動物多樣性 你會發現其實現在都市經驗裡面 在城市你大部分看到不是狗就是貓 可是狗都被抓走了 所以剩下貓 沒有人敢抓貓 那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其實有在思考 整個城市就真的變成那個水泥 那個水泥的叢林了 那在談綠建築 或者在談一些比方說綠色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要忽略一個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生態 等一下會提到 我們還有一個是像瓢蟲啊 瓢蟲已經消失了 小時候還看得到現在已經消失撤退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想法其實從三年前 就是我們在寶藏岩那邊住村 我們想說這裡如果可以看到 那個一出門就可以看到羊 在你前面走動 或者是看到牛 那感覺會很搭 你會覺得好棒 而且可以透過這一點 讓都市裡面沒有見過四面的小孩 然後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他不熟悉的生物 不用跑到去動物園去看 因為某些生物他就適合 比較溫馴適合出在都市裡面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樣的一個計畫 去辦一個與動物一起下午茶 然後隔年又辦了一個我的動物日記 邀請了豬、鴨 然後一起松鼠還有刺蝟 然後裡面參與的包含烏龜、兔子 然後各式各樣的 所以讓大家湊在一起 就是做一個動物交流 然後讓彼此的那個經驗更多 我們期待以後開門出去 會看到一隻駱駝或一隻驴 然後就從裡面慢慢過去 那那一區就變成一個 多樣性的一個生態區 那都市可能會因為這樣的一個前提 你希望保有這種多樣性前提 而改變他一些 某些建設方面的思考 這是有可能的 並非不可能 那再來的話就是 其實火到這麼大 我常出國 然後每次要跟台灣 就是跟外國人介紹台灣都卡住了 我卡在那個蔣介石的時候 外國人就開始失去 失去再聽下去的耐心 所以我開始就是在想說 到底要怎麼介紹台灣會比較好 因為我所認知的台灣 是從地理課本、歷史課本 或者是我生活中 我比較知道的導演、歌手 那怎麼樣去比較有系統的 故事性的 或者是透過很簡單的 infographic 去告訴他說台灣有多少人口 他馬上就可以對比 我們是某一個國家的多少人口 幾分之幾 或是我們大於他多少 他可以很快有一個image 對台灣有一些輪廓 那我想這件事情應該是值得去做的 所以我們就舉辦了一個工作營 然後讓很多設計科技的背景來參與 我們留下很精彩的資料 所以你有要出國的計畫 可以就是上網來看 並且也可以探討說 自己可以用什麼方式來介紹台灣 會比較好 那這再來就是我們即將要去進行的 叫清潔隊員的設備提升 已經談了好幾年了 如果這是我在1994年 在法國看到的設備 那時候還沒有變形金剛 可是搞不好變形金剛是因為看到這個 那他們這是他最輕便的一種工具 應該不是最輕便 應該是說機械化裡面最輕便 他有各式各樣的工具 可以打掃街道 掃落葉掃什麼都可以 他整頓的上下都整頓非常好 但是我們還是停留在這種情形之下 也就是 如果加上志工一共有7000人的台北市清潔隊員 他們做的事情非常少 讓我們應該思考如何給他們一個有效率的工具 並且讓他們有一些職業的一個尊嚴在裡面 那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他就是我剛剛說的 一開始你眼鏡怎麼推 他就影響到整個人的一個生活態度是一樣的 那再來 像是我們有很多表演藝術工作者 所以去年表盟找我們來合作 是在談說如何去那個幫助這些表演藝術工作者 他的表演不會因為結束之後就沒了 所以他希望我們可以幫他發展是產品 那我仔細想想看 其實我去看表演我好像不會買產品來支持 我會去看表演 但是我可能不會買產品 因為產品實在太多了 或者是說產品有他的成本 你有可能無法回收 也許會帶來更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剛剛提議說 有沒有辦法從每一個人都是 投資表演藝術的最小單位來思考 比方說如果你是學校 那你可能可以帶學生去參觀他們的工作室 那如果你是那個 比方說你是一般上班族 你有可能透過肢體開發的興趣去跟他們接觸 或者是你的口條 有可能去跟他們做一個學習 有各式各方面的一個投資 國家級的投資就是我投資了表演藝術 可是對外國的一個交流 也就是相對的 也會帶來一個豐富的一個意向 我們說所謂的社會回饋 就是我今天在這邊學到很多 然後之後 十年之後我可以回饋到這個社會 這社會才會成長 才會良性的一個前景 那嫖衝的話 我們剛開始是做二十隻飄蟲 然後放在街頭上 然後大家看到說 欸!怎麼會有飄蟲 然後走進去看 欸!這是人做的 這是假的 然後因為這句話引起我們的興趣 我們就做了三萬隻在隔離 三萬隻是所有的民眾一起做 所以也就是說 擴大領域讓各地的人知道我們在做飄蟲 然後做完之後他就把飄蟲放在他家附近的那個綠葉上面 然後讓更多人去說 欸!好久沒看到飄蟲 這件事情 所以目的是其實飄蟲對整個環境 他只有在乾淨的地方才會出現 我們去花蓮的時候 花蓮說我昨天才看到 那其實就是說 你要很小心的注意到說 有些東西慢慢在消失 那這是各地的小朋友 參與者 為了一個生活的便利 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 我們是不是又失去了更多 好!什麼!現在第幾頁了 好!太可怕了 好!大拉承 好!跳過! 好!那色彩 其實我們去年做了台北市的都市色彩的一個策略發展 之於民眾之行動推廣 這是整個整個命題的題目 那這整個題目很大 所以在做這題目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去做調查 整個連鎖店超過30家台北市的 用色不會超過12色 最多的就是紅色再來就綠色 所以我們對整個色彩上很 領域是很窄的有沒有 像街道家具也是 然後古蹟色彩啊 會不會影響到四周的色彩 各式各樣的調查 然後藉此我們了解說 哇!我們的用色超級窄 領域不會超過色比12色 那在情形之下 我們覺得說整個台北市的都市色彩要提升 該有什麼方面去提升 如果有興趣的話 請看都市像我們的網站裡面 有非常詳細的介紹 裡面有超級多的工具 包含就是你生日是什麼色彩 它都有寫 那那色彩又代表什麼意義 所以在色彩整理部分 我們不是不會用 而是我們缺少接觸的經驗 然後缺少自己去體驗的經驗 所以如果你有五色 你要習慣 或者是要去試著把它調成200色 等到你知道肉色 各個膚色的皮膚色怎麼調出來 你就是色彩高手 那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那我們也帶領就是朋友 就是很多人去做色彩的調查 那在於探討說 一間設計公司對於一條街的影響 我們會覺得這件事情可以去探討 所以我們在這幾年都陸續辦了很多活動 那今年就辦了一條街的互動 然後讓大家來就是寫自己想要的新年希望 有些希望蠻特別的 那還有就是我們一個都市校門研究班 每個禮拜二的晚上 它是公開的 然後我們有土地開發者 有那個建築師 有設計師 有老師 有家庭主婦 然後免費參與 我們主要目的就是在探討 都市中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那今年的一個大主題就是都市裡面的聲音 怎麼樣去聽 比方說 人家說超過85分貝你的長期聽耳朵會受傷 那85分貝到底多大聲 問題來了 你如何去丈量那個85分貝 然後如何去探討聲音對環境的一個影響 如果聲音是這個空間的裝飾的話 你又怎麼樣去裝飾它 很多聲音會讓我們產生一些記憶的連結 那該如何運用聲音 這個是很重要的五感之一 像我去有一些學校 學校環境可能當初沒有設計得很好 它就是一個口字型 結果這樣在中庭 我就聽到超大的渾聲 然後每個老師都用麥克風 所以你覺得哇那超級恐怖的 其實不到一個小時你會非常累 那個累的程度會讓你整個頭腦是模糊不清楚的 所以探討聲音這件事情到底會對我們的環境有多大的一個影響 那其實是非常大 所以我們今年正在準備這一塊 讓大家對聲音的了解更深 然後更可以去掌握聲音的運用 這是剛剛所說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接著就是八九月大家可以參與的活動了 我們今年在八九月有策劃一場 在台北街角預見設計 設計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只是大家都把它想得好像很複雜啊 就像我剛剛說的一個簡單的觀察 或是一件簡單的記錄下來 它有可能就被引起迴響共鳴 它可能就會被調整成為有趣的事情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來參加 那我們現在正在準備所有的參加的那個內容 然後屆時也歡迎看都市像我們的網站 那OK 那這是我們做過的一些議題 所以最後我要談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時間都放在基礎的事物上 也就是一天到晚有忙不完的雜事 你會發現一年下來 你再回想到去年到底做了什麼事 你一件事情都想不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做了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要把20%的時間 花在投資未來的事物上面 也就是說你平常在做的事情 要怎麼樣都要卡出20%的時間 然後去做一件投資的事情 那件事情就像大家今天來看 來聽TED一樣 像注入此類 它是一個不是常規的 但是你覺得去做了 你覺得對你自己有幫助的 那也許未來你的未來 60%就是因為你去做了20% 而引導你去做 你的生活就改變了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進步 其實是因為我們投資進去 所以有些東西就會跟著轉變 那這句話就是我的心聲 挺好死島們 看熱鬧的人是沒有辦法改變國家的 想要改變國家就要成為哥倫夫 那 所以你應該抱持一個更偉大的一個夢想 就是怎麼樣去試著思考 一件最簡單的事情 改變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很多動力其實來源就在那邊 那那件事情就會影響很多 變成一個凝聚的一個力量在背後 所以 嶄新的概念 其實都是從一小撮人開始 並不是要等到說你有所有的設備 所有的東西才開始 其實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好 那我們該如何就是讓台灣台北 或者是讓我們的生活變成一個世界的亮點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他的一個力量存在 在於我們有沒有把這份力量給凝聚在一起 那 沒了吧 謝謝大家 謝謝